你只要把他这个关系给他淋出来 关系淋出来 什么关系呢 比如大的这个关系 因为你有时候呢 把大的关系要淋出来 我又去蘸点墨啊 又去蘸点墨 蘸点墨把那小刀给分一下 手边呢来一个这个擦底纸 因为水分不能太大 不能让它阴 你说阴可以不可以 可以但是不能太阴 我可以不太阴 其实我不要仔细观察这个树 它那个小枝芽 其实也是很生动的 很生动 一般这个树 大家注意树的中间部分比较多 叶子 它的叶子比较多 说明它的枝芽呢 枝叉都在中间分的比较多 你看这个树 然后下面再有点枝芽 然后这边还有点枝芽 中间的部分枝芽比较多 然后叶子也比较多 你看这三棵树 枝芽也别分那么多 先把树感觉这个形有 然后我们再去画这棵树 你看三棵树 这个根处大家注意点 这个根 这棵树是最下面 最下面 然后第二棵树 第三棵树 第三棵树 我先把它树干 给它上面蹭一蹭 树干呢 用点带而可的笔 可笔啊 就是 测风吧 用点可笔给它 画一画 好 然后下面我们画这棵树 这个树离它们就远了 这仨树是在一起的 然后下面这棵树 看看中间 看看中间画的什么部分 画的什么位置 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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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它是直的树 但是你也不能画太直 就是扭曲着往上长着 你看我这个 是吧 我们刀了 这个树我们还点叶子 还得再刀一点 尾巴就上去了 然后分刀 分刀也是刚才说了 叶子一般这个树 一般叶子的就是 它的 比如咱分到上下中 是吧 上下中 一般叶子的中间部分 叶子也比较多 植芽也比较多 叶子多了都在中心部分 我把这个树换完 咱们就 这节课就到这里头 我不点叶子 我一点叶子 你都不能查了 你都看不着了 一点叶子 你这个树就 看不清楚了 所以我先不点叶子 我让大家看清楚 这个 然后再用这个干笔 可笔 给它这个树锡 给它擦一擦 好 我们今天呢 就课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